Hello 大家好 我是招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生在和平年代 感觉战争仿佛距离我们很远 电视新闻上总是报道 其他国家的恐怖袭击 可能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吧 捷克作为一名特战队员 被送到了利比亚的班加西 下机前他把手上的戒指摘了下来 放进了盒子里 前来接应他的是另一名队员 大卫 两人开上车就赶往班加西的美国大使馆 在路上他们碰到了反派组织的人 正在查车 这些人想扣留他们的汽车 随即大卫就掏出了手枪 顿时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大卫告诉反派的人 美国大兵可不是好惹的 他们就有点害怕了 毕竟美国人确实不好惹 就放捷克他们走了 随后来到了大使馆 这里已经有四个队员在等他们了 大家互相介绍了一下 就各自忙去了 大卫带着捷克熟悉了一下这里的地形 他们每天没事的时候 就是锻炼身体 大使似乎不怎么待见他们 觉得他们都是野蛮的动物 这天他们在执行任务时 差点被坏人偷袭 还好他们反应快 甩掉了跟踪的车辆 五周后的一天晚上 美国大使馆遭到当地反动派的袭击 直接占领了大使馆 大使和两个保安人员 躲进了安全屋 随后大使就紧急呼叫支援 可是最快的支援 也要几个小时后才能赶到 而美国中情局的秘密基地 距离大使馆只有一英里 捷克他们听到枪声后 就准备前去支援 可是却被基地的长官拦了下来 长官觉得 他们要先保证基地的安全才行 大家看着大使馆遭袭 却无能为力 反动派的人就放火烧掉了大使馆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着 大卫顾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命令大家前去救援 一行人开车来到大使馆里面 没有找到大使 此时反动派又开始重新集结 向大使馆围攻过来 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捷克就让大家赶紧撤离 不然中情局的基地也可能保不住 再回基地的路上 汽车遭到了反动派的袭击 还好汽车是防弹的 不然大家都会死在坏人手里 捷克他们回到基地 就开始准备作战计划 此时距离天亮还有六个小时 必须熬过最后的时刻才行 大家拿上武器 纷纷来到楼顶防卫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没过多久 大批的敌人开始慢慢向基地靠近 等敌人走进了射程范围内 捷克他们毫不留情地骚射着敌人 第一波攻击被打退 紧接着敌人又集结到一起 开始了第二波更大规模的进攻 敌人看着人数众多 但都是一盆散沙 经不住捷克的他们一阵打击 就又撤退了 太阳刚刚升起 捷克他们似乎看到了黎明的希望 谁知敌人又组织了一次进攻 这一次敌人他们使用了迫击炮 击中了防顶的队员 造成一死一伤 就在大家快坚持不住的时候 利比亚本地的友军 开着众多的汽车赶了过来 捷克他们还以为是敌人又来了 在确认是友军后才松了一口气 最后基地的所有人都上了汽车 被送往机场 在登上飞机的那一刻 大家才真正感觉到战争的残酷 捷克他们的使命总算完成了 故事结束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此次事件共导致四名人员死亡 其中一名是美国驻利比亚大使 约翰·克里斯托夫 史蒂·文斯 这也是三十多年来第一个 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大使 影片没有沉长的儿女情长 透过战争看到的是 其最为残酷冷血的一面 和对为何而战的深思 形成了电影打动人心的反战内核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